唯一的理想与信念 我都能在一起 自动自发来服务 万天的游戏地 自愿服务是奉献 不足名合理 实力兄弟都有 大家且欢喜 不太多 怕长到啊 黑气还是早晚会凉 我第一次接住志工 我就判决到志工 或是义工 就是你在当下做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爱心 你一定要有耐心 你一定要有同理心 然后你要认真热情去做 这样你做下来 你才觉得说这是叫做志工 贊公子 要跟他请教 真的不好意思 84年的时候我就参加受训 受训以后我就带读进班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在想啊 因为十几二十年来 我的感觉是 当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应该要回馈 我其实还蛮感恩老天 给我可以到现在 然后我还有余力的时候 我可以帮助别人 我当志工已经二十五年了 这里还没有文化局 以前我是在新竹市文化中心 担任九年多 是为家乡出一点力 所以我才会回到新竹店 资工都没有当过 你不是觉得这个人生很遗憾吗 我从事志工有二十五年以上了 医院那个是因为我先生摔倒 我上班老婆住在医院里面 我感觉到医生啊 护理师啊 大家都很好 那我感觉到 有点回馈的感恩的心啊 趁着现在还可以动啊 我就说多出来走 多动一下这样 我儿子媳妇 我孙子孙女 都是志工 我们一家志工 当志工可以做成你好 我好大家好的一个场面 非常好 我很喜欢当志工 他刚进入是一年一年多 因为他确实他身体也没有那么好 他是非常的愿意做这个工作 我听林家说要来这里帮忙这边的老人 有虚弱的人要帮他 也是一样跟他们一起在运动啊 志工服务欢迎您加入 很多事情是越分越少 只有爱与快乐是越分越多 欢迎您 志工服务要你加入 志工服务欢迎加入 志工服务欢迎当志工 志工服务欢迎射 为目的 全世界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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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